Hello大家好,我是Jayson 药剂师 COVID-19 疫情已经持续了接近两年 疫苗都有了 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治疗COVID的特效药 现在呢,在民间 尤其是在网上兴起了一股购买莲花清纹的热潮 据说呢,诶,能够治疗COVID 打开手臂看一看 哇哦,有很多的卖家卖着不同的版本 有些呢写的是正品Original 有些是改良版 还有的是万松糖版 再加上现在马来西亚 大多数症状比较轻微的COVID-19患者呢 都被丰富在家自我隔离就好 所以呢,很多人不知道在家治疗该怎么办呢 一听到,诶,莲花清纹能够治疗COVID 就赶快去买 那如果我告诉你 其实你在马来西亚能够买到的 所谓莲花清纹都不是正宗的 你相信吗 说真的,一开始呢 我就以为这款改良版的 是中国那款正宗的莲花清纹改良过来的 哪里知道一查一下资料 哇哦 原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产品 它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可是也太像了,对吗 名字包装和都差不多 难道真的是纯属巧合吗 好,在我解开谜题之前呢 先来介绍一下莲花清纹 它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能够治疗COVID-19呢 诶,莲花清纹呢 它是一种中药 其实早在2003年就被中国乙龄药业研发出来 然后被中国医药局呢 推荐又来治疗各种的禽流感 流感和肺炎 所以COVID-19一开始在中国爆发的时候 莲花清纹就已经被派上用场 在去年4月就被中国官方认可为 新冠肺炎的标准疗法 用来治疗COVID-19的轻型和普通型的症状 比如发烧、咳嗽等等 所以重点就在于症状这两个字 它的确能有效缓解COVID-19的症状哦 这个可不是随便说说 现在的确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临床研究 能够证实这一点 比如在欧洲全微杂志植物医学发表的一项研究呢 就显示莲花清纹和西药一起使用的话呢 一、能够提高症状的回复率 二、缩短症状持续的时间 三、改善肺部CT scan的异常 是提高COVID-19的治愈率 另外呢在国际杂志药理学研究得奖的一项研究呢 更是发现莲花清纹能够压制COVID病毒在细胞里的复制 甚至还能阻止身体过度发炎而造成的反效果 说白了就是证明莲花清纹有抗病毒和消炎的作用 但是它离治疗COVID、SARS病毒呢 还有一段的距离 它主要还是来缓解症状和加速恢复 至于来SARS病毒呢 还是需要靠我们支撑的免疫力哦 那莲花清纹会有这样的功效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它里头的13种草药成分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功用 比如说主要的成分 莲桥能够解热、消炎、抗病毒 金银花能够治疗咽喉肿痛 麻环能够治疗感冒、凶闷和哮喘 还有洪景天甚至能够补费和增强你的免疫力 目前莲花清纹已经在20多个国家 包括新加坡、加拿大、俄罗斯得到批准和注册 单单在东南亚就已经有5个国家认可了它 可是不包括马来西亚 这个莲花清纹这么好 那为什么马来西亚还没有批准呢 不准卖呢 是因为莲花清纹里头的一个成分 麻黄 根据1952年毒药法令里的第366号法令 马来西亚是不允许贩卖或调剂 麻环成分的重要制剂 原因是麻环若是剂量不对或使用错误 很容易造成麻环中毒 严重者会险害心脏、中风或者甚至死亡 当然这不是说麻环是毒药哦 只要剂量控制的好它就是良药 莲花清纹里的麻环剂量已经调好的 可以安心的服用 可是没有办法 你的药再好都无法逃得过法这个字 只要法令还在 莲花清纹就得不到批准 只要不批准 这个药在我国就是非法的 前不久呢 slungwall的卫生局呢 还充公了1200盒的莲花清纹 由于是非法的 若你透过其他的管道购买莲花清纹 买到假货的几率是很高的哦 因为凡是合法的证货 都会有KKM的Hologram和MAL number 那如何检查你购买的药物是否是正品呢 你可以查看我的这个影片哦 由于中国的莲花清纹得不到批准 马来西亚才会出现改良版的莲花清纹 这款改良版呢 其实是大马本地公司 White Heron Pharmaceutical所生产 和Nutriva公司来代理 它里头的成分呢 和中国的莲花清纹有90%是一样的 也都有莲桥和静音花 只是没有麻黄 因为麻黄被禁止 它们就用香乳来取代麻黄 说这个香乳的作用呢 和麻黄很相似 而且更温和 所以这款麻版的莲花清纹呢 是唯一得到我国NPRA医药局批准的 注册用来清热和止咳化糖 这点你需要注意哦 我国卫生部并没有认可它来治疗COVID-19 只是批准它用来清热和止咳化糖 还有我刚刚提到的所有临床试验呢 都是用中国的莲花清纹 并证明了它的功效 虽然说麻绑的莲花清纹 和中国的成分很相似 但不能保证它就有和中国莲花清纹 有一模一样的功效哦 我国马来西亚就只有改良版的莲花清纹 该怎么办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 如果你已经开始有症状 比如发沙瓦咳嗽 你可以试着服用改良版的 全人一天三次 一次两粒 最多七天 它里头的中药成分呢 还是能够帮助你缓解症状的 那小孩孕妇和不如的妈妈呢 我就不建议吃 如果你吃了 但你还是有发烧或者其他症状的话呢 那你就需要西药的帮助了 同时呢 你还是需要多注意饮食哦 确保你身体得到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尤其是Vitamin C Vitamin D和Zin 来确保你的免疫系统呢 能够正常的运作 好 说了这么多 结论就是 中国的莲花清纹是正宗的 但在马来西亚还没有注册 买不到 改良版的呢 也不能说它是假货哦 它是另外一种很相似的产品 也许可以用来缓解 COVID-19的症状 最后一点很重要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莲花清纹 都不建议服用它们来预防COVID-19 因为若是正常人吃了 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免疫系统会失调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哦 我是Jason你的药剂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